22号中午一架腾云无人机准备从花莲空军基地起飞 不料在滑行的过程中突然出现异常 虽然依照标准的作业程序弃飞 但在刹车过程中仍然冲出跑道滑入草坪 造成无人机部分损毁 大型吊车出现在空军花莲基地 将中科院研发的这架腾云二型无人机吊上拖板车 因为22号上午11点45分 这架大型无人机进行作战测评 准备起飞却在过程中滑出跑道 由于这架大型无人机轮胎陷进草坪 拖掉前出动了十几名工作人员合力 终于抬起之后盖上迷彩布脱离检修 事发当时正在进行高速滚行科目 滑行起飞过程中机舰突然显示异常 军方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放弃起飞 没想到刹车减速过程中 无人机失控冲入跑道旁草坪区 初步检查逐起落架跟螺旋桨液都有损伤 那目前已经脱离跑道 翻舱检修 实行机体软硬体的组件检查 以例后续的飞行测试 下午3点这架腾运无人机 拖回嘉山基地 至于失控的原因 还要中科院进行深入调查 不过近期空军意外 不止这一桩 新竹空军基地一架换向2000型战机 21号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也发生事故 当时战机已经启动开始滑行 没想到两侧主意下挂载的两具副油箱 在滑行途中突然掉落 吓得这场官兵一阵惊呼 战机立刻关车进行检查 空军也证实脱落原因不明 好在人机均安 后续将一纪令检修 而这起飞行意外 究竟是人为误触电门 还是机舰故障 还有带空军 后续调查 这是朝天林世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